有学者曾经说过 当大家提起杜虎那时 虽然会忽略他出生和离世的地方 但一定不会忘记成都的草堂 杜虎草堂曾经是私圣杜虎 在安市之乱下流亡到成都的安居之所 在居住的四年间 杜虎写了二百四十几首诗篇 达到了创作生涯的巅峰 但随着杜虎离开成都 草堂日久失收荒废 虽然在唐朝末年有人重建了草堂 但直到明末 都是同不过被战火摧毁的命运 现在的杜虎草堂 主要在清朝收纸旷建而成 在1952年正式对外开放 重新修建的草堂 参照了当年杜虎居住时候的模样 再现了极具村西特色的古典悬林风光 曲径通幼 如诗如画 当你置身其中 相信就会明白 杜虎当时为什么能施以大法 写了那么多首千古诗篇 涅槟重生的杜虎草堂 逐渐发展成历史文化名声 除了成立多个研究学会 积极深入探讨杜虎文化 建筑规模逆越来越大 成为了集私人故居 观景园林 博物馆 研究中心唯一体的成都著名文化圣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